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感谢新老朋友们的观看和关注 那么您的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对我这个目前正在冲刺 两万名订阅者的一个 非机构媒体 一个频道来说非常的重要 有请朋友们就继续来支持 现在是2020年12月8日的星期二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组 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消息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前 稍微快速的做一个回应 那就是其实在我过往的不少节目中 我一直就讲 我不是美国人 我也完全没有投票权 但之所以去关注美国总统的大选 毫无疑问 首先是因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个人觉得 当然很多人其实也在视频下方 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就是一些机构媒体 非机构媒体 一些大V 他们背后站着一些政治的派系 一些宗教的团体 他们在大选中传递了 很有可能是 misinformation和disinformation 这样的消息 那就是误传或者是假消息 我和一些民运界的资深的人士 过往有过采访 也有过交流 其实不少民运界的人士就告诉我 他们很容易能够判断出 哪一些消息是经过处理的 尽管很多的节目是经过包装过的 一些大V在形式上 与一些特定的组织还做了切割 但是民运人士 他们还是告诉我 对于他们来说 判别消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考虑到过往这么多年来 这样的宗教团体 一直在努力的去抨击中国共产党 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 很大成创 确实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们觉得 无论是在价值观上 还是在情感上 都应该给予理解 所以还是不发声为好 那么我完全理解我的这样的一些 我非常尊敬的民运人士 但我确实不是做民运的 也不是搞政治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非机构的媒体 还是尽可能的去发声 来表达自己的忧虑 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简短的回应 也欢迎朋友们在我视频的下方 来提意见来表达看法 谢谢各位 那么首先我们看 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在当地时间12月7日 他就表示了 总统川普是没有计划 来对中国货品加征新的关税的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直接的说法 他说贸易谈判方面 我们保持接触 我们没有计划加征新关税 库德洛就还做了解释 可以理解成为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微观一点 他说中国大体上是遵守了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 就购买了大豆等农产品 只是可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而有所持之 他给的第二个解释 相对宏观一点 他就认为中国在制定新法律 建立新的法律机构 司法机构 以及阻止窃取 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等方面 看起来都有进展 以上就是库德洛的一个最新的说法 那么目测这个消息 北京方面肯定是能够听得到 能够看得到 而习近平他的这个内心 可能会舒缓一点 那么另外再看看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较早前的一个说法 他表示上任之后 不会立即撤销对中国货物的关税 首要的任务是在美国工人和制造业上来做投资 接下去我们来看美中关系 或者说中美关系 两个国家一直在非常激烈的缠斗 那么在当地时间12月7日 星期一 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 那级别非常的高 就指他们涉嫌参与到 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的资格 因为这涉及到外交层面的一些官员名单的拟定 所以媒体普遍提到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这个制裁的名单上有签名的 而另外一边乡呢 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了 王毅他也没有闲子 在当地时间12月7日 北京时间他也做了一番表态 但是很明显 王毅现在是把目光已经盯在拜登身上了 我们快速的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看点 那这14个人的这个制裁名单分量还是很重的 登上制裁名单的14名中国官员都是本届的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那么这一波14个人加上此前已经被制裁的新疆党委书记 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 那么都属于副国级官员了 副国级官员和正国级官员是一步之遥 当然要爬很多年可能一辈子中期一生也没有爬上去 那么副国级和正国级都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川普和他的团队虽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考虑 但是客观来说 这份名单所体现出来的美国的重手施压还是确实是存在的 第二个看点 那就是这个名单上并没有出现栗战书 那么他就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三的常委 此前就有消息说他有可能会登上这个名单 但现在名单出来呢是没有栗战书的名字 稍微忘早一点 美国八月份也制裁了11名中港官员 当时就美国的媒体就特别提到呢 川普总统在八月份这个名单拟定之前 在七月份就曾经反对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还有一位就是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纳入制裁的名单 当时媒体给出的一个说法是 川普总统希望避免中美两国美中两国紧张关系的升级 那么现在根据最新的14人的名单 可以看出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态度并没有改变 第三个看点比较值得玩味 那就是中国外交的高层近期频繁就中美关系 或者说美中关系来释放友好的消息 那么现在西方的媒体都提到了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新闻稿 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当地时间12月7日就同美国工商界的巨头 一些大佬进行了视频的会晤 稍微再提一下 现在西方媒体包括路透社 他们拿到的也只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的这个新闻的通稿 那么根据这个通稿在当地时间 北京时间12月7日 王毅就在这样的一个会晤时就表示呢 中方是争取是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来重启对话 重回正轨 重建互信 王毅还特别强调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 拿到桌面上来谈 此前王毅已经讲过好几回了 那么这一次毫无疑问 他是对着拜登和拜登的团队来说的 那么同时还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美国的大佬包括哪一些 这就包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巴拉 威泽尔信用卡公司的总裁麦金纳尼 联邦快递总裁苏布拉曼尼姆 高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莫伦科夫等美企高层 那确实都是重量级的 现在中共官方外交部给出的说法就是 与会的美方代表 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就表示呢 希望未来美国新政府采取积极的举措 使美中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而工商界愿意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都是中共官方的说法了 相信毫无疑问对北京来说 都是铺满了抢眼的亮色 但同时毫无疑问 也会引发不少人群的一个担忧 特别的您现在看到的 狄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他这几天他的一段视频 其实呢就引发了普遍的关注 他在视频中就并不隐晦的来说 中国或者说中共方面和美国的一些精英团体 可能包括企业家 包括政界的人士就有着非常长期的勾兑 而且狄东升在视频中还几次做出了 数钱点钱的动作 并且言之糟糟 说拿钱办事就是他的一个行为处事的方式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 现在大家担心这样的企业界的人士 包括和王毅对话的这些企业界的人士 可能还有更多的政界的人士 在未来会不会与中共来做这样的一些沟通 那么这样的担忧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狄东升他的简历 他还标红了一个部分的文字 就是他努力去推进习近平的一本书 在美国的首发誓 现在不知道狄东升有没有看到国外媒体 对他的这样的视频讲话的报道和评论 不知道他这几天睡眠质量好不好 第四个看点围绕着12月7日 美国对中国的最新的制裁 现在大家普遍也是关注的 等到拜登上台之后 这样的一些重量级的施压的手段 还会不会有效拜登会不会把他们废除呢 现在分析人士就普遍提到了 像这样的法律 比如说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 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再加上此前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香港自治法 像这样的一些呢 都已经是成功立法了 所以这意味着呢 以后不管是谁做国务卿 都有义务来继续遵守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法律 拜登和他的团队应该是不会动的 至于美国政府相关的部门 像中共官员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制裁 分析人士也提到 短期内应该是不会动的 因为拜登团队 拜登本人还是要避免说 与中共有这样的勾兑 有这样的妥协 或者说有随进做法 他会避免这样的批评 当然也有声音早就指出了 拜登和他的团队 那作为民主党在打人权牌方面 不但有这样的意愿 而且打起人权牌来 可能比川普总统还会更猛 还会更平凡 接下去我们看澳中关系 中澳关系 这个是不少澳大利亚的华人 比较担心的 比较担心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 究竟会去往何处 那么在中国外交部 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 推特门事件 引发轩然大波 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急转直降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澳大利亚看上去确实是在做 很坚定的两手准备 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官方就是说 希望和中国来沟通 对话来谈判 特别是在贸易上 而另外一边向澳大利亚 确实是在做一些准备 以便未来在应对来自北京的压力的时候 有更多的一些政策 法律的工具 能够来派上用场 那么澳大利亚媒体最新的消息 就显示澳大利亚政府现在是准备在明年 推出澳大利亚版本的 马格尼茨基法律 而且这个目标很明确 就是针对北京 针对中共 用来去指控侵犯香港和新疆 人权的这样的官员 来对他们进行制裁 当然这个马格尼茨基法 它的范围也比较广 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违反了人权的官员 当然也是在这个受惩处 受制裁的范围之内 这里稍微就分享一下细节 那就是澳大利亚国会的两党委员会 在12月7日星期一就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就特别的建议 要透过对美国马格尼茨基法案的 这样的一个模仿 有澳大利亚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就能够来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以及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直系亲属 他们的财产各种资产吧 还包括签证都会受到影响 根据两党委员会的这一份报告的建议呢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现在是佩恩女士 就会有最终的一个决定权 来决定对哪一些人 对哪一些范围 比如说财产还是签证 来进行制裁 那么外长综合考虑的是 国家安全贸易和外交关系等等 同时根据这样的一份报告的建议 受到制裁的人 以及被冻结的财产这样的范围 包括被冻结的原因 到时候也会一起被公开列出 现在澳大利亚媒体就言之凿凿了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非常严肃认真的 来考虑两党委员会的报告建议 但是有媒体就已经很明确的放出风声 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人士 就已经表示了 明年会推出澳大利亚版的 马格尼茨基法案 那么相信如果说这部法案 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实施的阶段 很有可能又会去激怒到北京 当然这个马格尼茨基法案 这几天是热词了 因为同样是在12月7日当地时间了 欧盟27国版就通过了 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具体的名字叫做全球人权制裁制度 在我此前的节目中 也有过相关的报道 那么针对北京 针对中共 一般认为也是这项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一 在2021年第一季度结束前 具体的首批制裁名单 就有望公之于众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就是同样是在12月8日星期二 澳大利亚就将正式通过对外关系法 其实这个法律在12月3日 已经得到了澳洲参众两院的通过 那么今天就是走完了最后的一个流程 根据这个对外关系法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刚才提到的也是佩恩 就有权利去终止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 澳大利亚的州 以及相关的领地的政府 或者是地方议会 与外国权力机构签署的协议 他有这样的权利去废止它 而且现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大学政府议会 要在三个月期间之内 来向澳大利亚的政府来做一个声明 为什么要与国外来保持这样的一种协议 这个法律出台之后 众矢之地毫不疑问 那就是针对维多利亚州了 因为维多利亚州的州政府 在2018年就与北京方面签署了 这个非常有争议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等到今天这个对外关系法正式生效之后 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协议 是不是有效 会不会被废止呢 我们也会来进一步的关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点赞和转发 来支持我岳哥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谢谢朋友们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点赞和转发